气氛 每天早上先来检查一下我家的狗 哎呀呀呀 知道我来了 哎呀 你来了呀 哎呀 吵吵 你怎么来了 开启一天的生活 要从咖啡开始 那进入我们的阅读时刻 今天继续看约书亚记 可以发现从摩西五经 摩西没有进迦南地 约书亚带着以色列全制派的人进迦南 要进入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 现在的社会我不知道外国怎么样 知道中国蛮流行的一个词是躺平 就是躺平 但是你看到上帝给了以色列人应许之地 但是这些以色列人还是真的没法躺平 他们要一个城一个国一个国的去攻打 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应许之地 在攻打的时候有的时候还犯错 例如上帝说这个城毁灭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毁灭 有一个人偷偷摸摸地拿了点东西 导致以色列在打下一个城的时候屁滚尿流 然后搞得大家都想难道上帝要背弃我们了吗 上帝就说是因为有一个人不听他的指令 去偷拿东西 再把那个人从以色列队伍里面揪出来 扔个石头把他给砸死 OK 以色列人又是一个城一个城一个国一个国的顺利地攻打下来 耶稣都打了45年了 应许之地还没有全部拿下 这是个上帝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应许之地 但是亚伯拉罕他没有进入应许之地 以色列人又跑去埃及做了400年奴隶 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转圈圈转了40年 也没有进入应许之地 直到耶稣终于要带着他们进应许之地的时候 还在打仗 一城一城一城的攻打 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这说明什么 我的认识 首先说明上帝是很有耐心的 他看重的不是你去做某一件事情 他看重的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 你是不是真的做到爱上帝 你真的爱上帝 你肯定会遵守他的诫命 对不对 他很有耐心 有点像我在泰国做鹿角爵 我都已经在泰国这么多年了 我其实每一天做的还是蛮累的 就是很累 植物要靠我一颗一颗的养出来 也要靠我一颗一颗的卖出去 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本来养鹿角爵就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它不像蔬菜一样 你撒个种 一个月它就长成了 你就可以卖了 没有 它是今年累月的去做 还是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培育成 一颗一颗的比较能够售卖的苗 因为它时间比较久 所以说 maybe你两年前的那批包子苗 也不见得能够存活 因为它在中途的每一个时间点 都可能死亡 就需要我不停地去 我不停地博 是这样子 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题 从约书亚这段可以看出来 事情是做不完的 但是比做事情更重要的是 我们做事情的这个人 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 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样子 你有没有把上帝放在首位 或者说把上帝放在你生活的中心 你看所有事情都应该是围着 能够荣耀上帝要进行的 中物角爵也是 工作也是 生活也是 那如果你把别的什么有的美的 放在上帝之前 你就没有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例如你把赚钱放在第一位 或者说 你把你的孩子放在第一位 就很成问题了 有的时候 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 就有一个小伙伴是这么说的 你会不会因为 我今天视频没有剪 我就不看圣经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就是非常可怕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有的时候还是有点想偷懒 有的时候还是有点有自私的小我在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确信约苏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离我们上天堂 竟然还有那么长一段时间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够确信了之后 马上就上天堂了 没有 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 圆灭黑暗的世界里 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想要我们真正的去信靠他 去执行他的旨意 这个点 我的员工已经在苗圃 办公室打扫起来了 我要整理整理准备去办公室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神经阅读到此结束 正在给我们要出货的植物写标签 手写标签写了这么多 还有很多要写 手写标签写不完 清买因为我在清买 写得我好累 好多标签还没有卸完 其实我们除了手写标签之外 还有一种是这样子的盾牌 因为制作成本还是有限的 所以说盾牌目前来说 只是给我们苗圃自由的品种 挂盾牌 然后反面还要写收藏者的名字 然后还有每一棵植物的 专属编号 这个都是这样子的 我有做一个视频专门讲 我们怎么设计盾牌的 但是我觉得 maybe要从下个西月开始的话 那些只要价位能够在 2000泰铢以上的植物 也要多挂盾牌 但是没有编号 就是自己的植物 我们是可以编号的 我们到底有几棵是可以编号的 其实也就是方威 从下个月开始或者说之后 太猪2000以上的植物 应该是每一个都会附一个这样的盾牌 这个是防水的一个卡片 这个绳子是煮不烂的 因为我专门买的是那种包裹在食物外面那种绳子 有些煮的食物是要用绳子捆一下的嘛 像粽子或者说泰国的有些东西也是这样子捆的 这个绳子就是那种可以和食物放在一起煮的绳子 所以说它也是不会烂掉的那种 我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是花了些心思 搞完了家里的工作现在要去苗铺了 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了 洪水过去的路都是要冲刷干净的 我们办公室也正在打扫卫生打扫卫生 这里都是之前淹过水的地方 淹过水的地方可多了 都要冲刷干净啊现在 否则的话会摔跤 你看这个就是洪水过后啊 这个地啊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一定要穿个雨鞋 否则的话是很脏的 现在我们要给那些鹿角爵给泡药水了 这个所有的植物都要喷一下 喷点药水 看昨天的天气预报 说是周一到周三这周也会下暴雨的 但是好像没有下 所以就还很好 然后我们就在清理洪水过后的 苗铺和办公室 就其实是每家每户都要去清洁 打扫卫生 把那些泥泞的土啊给清除掉 否则的话 人呢走在上面摔跤的 那当然苗铺的工作就会多一点 要给所有的植物要泡虫驱虫 现在有特别多的虫子 我的天哪 你看这颗 洪水的时候被蜗牛咬出来了 我的天 咬成这个样子了 这也是咬了一大口 本来还挺好看的呀 对不对 镜子有点脏还没有擦干净 这是一些要发货的鹿角爵 你们两个 所以说是今天想要拍 我每天都做了些什么 从早上起来的时候 还是很努力的坚持了一下 但是一旦到了苗圃 就很多事情就没法拍了 不是说有什么保密的行为 而是这个事情要聚精会神的去做的时候 就没法 我还要腾个手在拍我在干嘛吗 这个就不行了 因为我们今天要给好几个客户处理职务 员工在 那我也要在 我要看着他们避免认错 我今天下午正好有客户来 我们标普拜访 挺好的 每次客户来拜访的时候 都是我可以让我的客户 给我做手冲咖啡的时候 我们有全套的手冲咖啡的产品 哎呀呀呀呀 好了比我专业的来了 哇我这个咖啡豆感觉好好和新鲜的样子 哇超好的这个豆子 我这么远就好像了 这状态很好 他夸了我的咖啡 等会你一定要夸一下我的鹿角角 否则我的视频搞的是来卖咖啡的了 现在开始喝咖啡先 每个客户来我的苗圃都会夸奖 我的咖啡特别好 我必须要说 我的鹿角角是比咖啡更好的 一定要来收藏美意的鹿角角的 今天正好是9月30号的最后一天 很适合回看一遍 我的这个月的所有Vlog 其实9月1号的时候 就已经下了很大的暴雨 当时我们住的温泉酒店呢 就已经淹水了 有几个客人的那个车子就淹到不能够开了 非常感谢来慰问我的小伙伴们 庆脉洪水 这个点开始给我们家狗吃饭 好了 现在洗完澡了 要继续工作 洗澡也是为了要清醒一下 然后因为晚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 像我们办公用品买东西的收据 我也是会把它整理起来的 这个是我们今年厚厚一本的收据的文件夹 刚刚终于把这些标签全部都给做完了 明天要寄的植物好多 缺一个工作就是穿根绳子 那我今天只是在视频里面演示一下 怎么穿一根绳子 明天这些标签我都会让我的员工来穿绳子 我就不穿了 因为我觉得有些重复的工作交给他们就好了 但是给植物搞标签这件事情 目前来说只能我自己做了 因为每一颗植物要写标签还是挺麻烦的 你看这个是我们标签的正面 这个是我们标牌的后面 明天让员工把这些绳子一个个穿上去 我不想穿了 我有别的工作要做 我们的所有的小蓝绳都在这里 这些绳子 这也是之前他们花了点时间帮我一个个搞的 你对这个月的vlog哪一些事情有点印象 或者说你觉得哪一期的视频最有意思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 但是我刚刚把整个月的vlog看了一遍 我发现原来我的生活还蛮有意思的 比我想象中的要丰富很多 关于拗手这件事情 但是好像大家只记得我的那件衣服是拗手的 其实我在好几个视频里面也都提到过我买的拗手的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大家只对衣服的拗手记忆有形 我们家是有很多拗手的东西 拗手听上去有点破破烂烂的感觉 但是你换一个词呢 它也可以叫做古董或者说是古镯 就例如我身上的这件牛仔 是我在一个卖旧衣服的地方逃到的 它只要二十台出 然后现在呢我们出去买一个二手东西 看到有人出了一个二手的望眼镜 看月亮 今天我们拿这个望眼镜看到了天上的月亮 这个拍得清楚吗 这个就是刚刚我拿iPhone 11 Pro对着望眼镜拍的月亮的照片 继续 在家门口看了几个小时月亮 邻居叔叔阿姨也好奇来看看 我们家买的最大的一个家店就是这个烘干机了 不过这个是收的是二手的 因为在清漫有很多人来了然后又走来了又走 有一件事我觉得还可以 我们在镜头面前更多的去提到了上帝 那看到这里的你 祝上帝祝福你 这个点 我一定要赶紧把今天的最后一天的视频给做出来 我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明天见 那明天就不是Daily Vlog了 要讲讲关于路角角进出口的事情了